表示我们开启我们的Edge浏览器 登录我们微软个人账号 来 那网址要打到这个bin 你应该把它加到你的书签列 对不对 点这个信号加进来 加到我的最爱列 那接下来呢 点这个V 如果你没有这个表示你的浏览器用错了 不可以用Chrome浏览器 点这里的时候就进到Copilot Copilot就是导航员驾驶 那这个是bin的搜寻引擎 所以从这里切换 那bin在这里 那点这里Copilot也可以回到这里来 有看见吗 bin在这里 那点这个Copilot在右边 首先你了解它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图片 这里可以新增图片给它 来 我点它来 好 从此装置就是你的设备 现在我用的是电脑 从这里把它点上来 那在这里呢 我准备 我想请问它什么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这只狗 那你传上去你也告诉他你想要叫他做什么 不是图片传上去就结束啰 好 来 请问这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给他答案呢 请告诉我这是什么 来 送出去提交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不可以是人的脸哦 人的脸他不帮你处理 你不可以把一个人照片贴上去给他 告诉他这是谁做什么的 这他有隐私保护 所以不可以贴人的脸 有人的脸他不会去做 他会去做分析 好 大家给出来的答案 不过这地方好像 有些参考资料 你可以看他图形去做比对 网页出来了 我说实话我上次这个地方 在Google的Bar比较强哦 这地方我觉得他虽然用TrackGPT 4.0 我也是有点小小怀疑 那每次的对话不可以超过30个 如果超过30个 他会变慢 你就开个新主题 所有机器人讲 你使用TrackGPT也是一样 不可以说一个对话一直下去 帮你到一个量去的时候 你可以开一个新对话框 新对话框 还在跑 也没跑出什么东西来 这个 老师可以试试看 那我再点这里 再停止回应 我不想看了 点开来 一样上传图片哦 不可以是人的脸哦 不要比对一下 来 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鸟 这是什么鸟呢 送出去请他帮你做图形辨识 老师 老师你可以试试看看哦 我可以是什么鸟 然后 我可以看一下